大家好 我是蘋果妹 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戴著口罩 也可以解鎖你的iPhone Face ID 那今天要教的方法 其實之前已經有很多人做過一樣的教學了 不過我今天要測試的 就是在我們iPhone 12 Pro上面 然後它的軟體版本 也是現在還在測試的版本 也就是iOS 14.3 Beta 3 我們來看一下在這個版本上面 一樣的方式可不可以進行解鎖 那如果你還沒有試過這個方式的話 也歡迎跟著我一起做一遍喔 那開始之前也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訂閱還有開啟小叮噹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其實要做這個非常的簡單 就是把你的口罩先對折一半 對折一半 然後把它擋住你臉的一半 就是先左半邊這樣子 然後就是這樣子去進行Face ID的設定 那我們現在來設定一遍給大家看 首先呢進到你的設定 然後裡面去找到Face ID與密碼 然後裡面輸入你的密碼 然後裡面呢 你就會看到中間有一個藍色的 設定另一種絨帽 你就點這個 然後接著呢 你就把你的口罩放在一半 先放一半 然後按開始設定 它就要你轉頭 放在景觀窗中 慢慢轉動頭部 然後現在換另外一半 好按繼續 喔 被發現了 它上面寫說臉被遮蔽 那我們就這樣子 那剛才我在掃第二次的時候被它發現 我有用東西遮住臉部 不過它還是讓我掃描完成了 那我們現在呢就來試一次 就是戴著口罩解鎖 失敗 笑死 那我後來成功的方式呢 就是你要重置你的Face ID 然後前面兩次掃描的時候 你都要用同一邊 然後第二次你按 新增另外一種絨帽 然後兩次掃描都是用另外一邊這樣子 所以總共四次你都要遮住一半的臉 那這樣掃完之後呢 你就算沒有戴著口罩 也可以解鎖成功 那戴著口罩的時候呢 它還是要稍微拉下來一點 大概是到這樣子 就是露出鼻子大概一半 這樣才會比較容易解鎖成功 但是成功率也不是百分之百 不過我覺得就算這樣子 也比之前好用很多 因為以前在捷運上面 你要解鎖的話 真的非常的麻煩 就是一定要輸入密碼嘛 那這樣子設定完之後呢 你只要就是如果你想要在捷運上面偷懶的話 你就稍微這樣拉下來一點點 然後解鎖完之後呢 再趕快把它拉回去這樣 雖然我覺得我設定完之後 我也不太確定會不會真的用 但是大家就好玩就好好不好 就是一個防疫期間的小缺姓 喔對 然後這樣子設定完之後呢 別人也沒有辦法解鎖你的手機喔 因為Face ID它真的還蠻嚴格的 所以就不用擔心說這樣子設定完之後 安全性會不夠這樣 就我還蠻好奇如果是雙胞胎 然後戴口罩的話 它還是可以分辨得出來嗎 有沒有人可以做一下這個實驗啊 好啦今天內容就到這邊 希望你們都有戴著口罩解鎖成功 也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你有沒有成功喔 那如果你喜歡這類的教學的話 也記得要幫我按讚 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另外呢也歡迎追蹤我的Instagram 我的帳號是AppleMate123 那我們今天內容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